我们今天要解算什么呢 就是要解算这个销子和活塞销孔之间的这个装配尺寸链 也就是说通过解算这个活塞销和活塞销孔之间这个尺寸 这个装配尺寸链来确定这个销的尺寸公差和活塞销孔的尺寸公差及其偏差 就是要做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解算尺寸链的第二种方法叫分组装配法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什么叫分组装配法呢 我们通过这个图 这个是个平面图 就是活塞 活塞销孔与活塞销的装配关系 这个关系呢 它有个技术要求 那我们都知道了 说活塞呢 它的裙部 大家知道活塞裙部是圆吗 还是椭圆 椭圆 为什么做成椭圆 对 就是因为活塞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气流在燃烧 燃烧的时候 它受热呢 温度非常高 温度高之后会发生很大的热变形 那真正在工作过程中热变形一产生之后 它变得很圆了 冷炭的时候应该做成椭圆 那这个椭圆的尺寸怎么计算 我们一定要根据这活塞在工作过程中 它的温升是多少 来确定 它在这种材料情况下 它的最大热变形量是多少 我们才能决定 这个椭圆 它的长短轴的 那实际上大家想想 我们搞设计过程中 很多情况下就会利用到热变形 受力变形更不用说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这么确定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分组装配法 它是讲在大批大量生产中 装配那些装配精度要求特别高的 同时又不便于采用调整装置的部件 如果用完全互换法 或者用完全互换 或者用互换法 装配的话呢 零件的制造精度就太高了 很难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 这个具体的概念 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呢 逐渐逐渐我们再看 我们先看一个什么要求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要求 就是这个活塞 为某厂汽车发动机活塞销 与活塞销孔的装配关系 销子和销孔的基本尺寸是分28 在冷态装配时 要求有0.0025到0.0075的过瘾量 那我们就是要保证这个过瘾量 那大家想想 我们是想用完全互换法来做一下 或者用互换法 互换法我们说第一步 做什么 求封闭环的基本尺寸 那大家想要 我们首先要列尺寸链吧 尺寸链中几个环 几个环 尺寸那样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装配的技术要求 也就是0.0025到0.0075的这样一间纸 那下边我问了 这个标的是轴的尺寸还是孔的尺寸 因为我要的是过瘾量 对不对 我这个0.0025到0.0075是过瘾量 这是指冷态的时候 那这个就应该标上轴的尺寸 极其偏差 那这个就应该标上孔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零件加工过程中 这个孔要比轴呢 基本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偏差呢要偏小 对不对 才能出现过瘾配合 那我们验算一下 因为基本尺寸我们都知道了 它的封闭环的基本尺寸 等于所有增环基本尺寸之和 减去所有减环的 基本尺寸都是28 0吧 对吧 没问题 第二步 我们要确定封闭环的公差 710 是不是应该等于封闭环的上偏差 0.0075 减去封闭环的下偏差 0.005毫米 按照我们互换法节纯链 不管是完全互换还是统一互换都这样的 第三步 我们要确定 各组成环平均分配封闭环公差时 每个组成环分配的公差是多少 那就是TAVQ 就应该等于两个组成环 二分之七零 那每个环分配的公差 0.0025 这是平均分配的公差 那这个公差大家看 是精度很高 0.0025 2.5个微米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塞胶还能够勉强加工 对于活塞胶孔 28的活塞胶孔 加工起来难度非常大 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采用互换法加工 或者完全互换法加工 这可能性就不大 这统计互换可能性也不大 我们就想了 能不能有其他的加工方法 那我们这种加工方法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难加工 并且说加工成本很高 加工成本高的可能要你接受不了了 我们就想到了另外一轴 说能不能把这个轴和这个孔的公差 我都按相同方向放大 或者是缩小几倍 把公差一放大了 放大到哪呢 放大到加工经济精度范围内 经济加工精度 我们就说容易加工了 那然后先放大 把公差放大了 那比如说公差放大到加工经济精度范围内 我放大四倍 假设 那变成0.01 对吧 0.01 0.05 对吧 放大那范围内了 放大那范围内之后呢 我们就按着这个0.01 去加工这个轴和这个销孔 加工回来之后 我把这个零件呢 去测量 测量之后去分组 大轴配大孔 小轴配小孔 然后去装配 装配之后 就都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这个技术 这个间隙 这个过应量就行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种思路 那我看看 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这齿轮列出来了 列到那边 齿轮列列的没问题 这是孔的 削孔的 这是削轴的 活塞削孔 那这里边平均公差 我们也算出来了 平均公差 0.0.25制造困难 不经济 我们就想到了 要扩大公差的范围 我们一查表 说基本尺寸是发28 0.01这个公差 就能够达到了 加工经济精度范围内 那有人讲 多扩大几倍 那不更低吗 扩大八倍 但是我们知道 扩大的阻数越多 回来增加了测量 存储运输 保管的工作量 对不对 对吧 你分八堆 和你分四堆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尽量 什么意思 就是把这个公差 扩大到经济加工精度 公差范围内就可以 也就是说 刚一进入那经济加工精度 的公差范围 那个范围可能是 0.01到0.05 我们只要进入 0.01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你不要想着 闭着眼去加工 不要到那个份上 能加工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那按照我们常规的加工方法 我们这个齿链 要进行解算 解算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确定 这个销孔的基本尺寸 极其上亚偏差 以及这个销轴的 基本尺寸上亚偏差 那按照常规来说 我们说一个轴和一个孔 这种配合 我们是选择机轴质 还是机孔质 是机轴质 就这个轴和这个孔 进行装配的时候 你会选择机轴质 还是机孔质 平常啊 正常情况下 什么叫机轴机孔 就是以谁作为机准 比如说 我用这个轴和这个孔 是配合关系 我装配的时候啊 发现装不进去 我是修轴还是修孔 对不对的意思 我要是机孔质呢 就是孔不变 我修轴 要是机轴质呢 轴不变修孔 那你们说是轴好修 还是孔好修啊 所以通常状配的时候 都会选择机孔质 通常情况下 我们这里的不通常 我们选择的是机轴质 可能刚才有的人 一眼扫到了我这块说 我按机轴质取它 我为啥按机轴质 有我的理由 原因就是大家想 说如果我要选择机孔质的话 这个箫子和这个孔装配工程中 有问题 我回头去修这个轴 但是我这个轴 大家要记住 我中间位置还要装连杆的小头孔呢 对不对 你把这个轴修系了 连杆的小头孔 和这个箫轴的配合 是不是又变了 你还得修连杆的小头孔去 最后也没躲过孔吧 所以我们这个里头 就要以轴作为基准 来修活塞销的小孔 我们这是特例啊 不要认为这是常规情况 这是特例情况 那我们就取机轴质 取机轴质呢 我们就把轴的公差 就按陆体原则 可以吧 这个销轴 它的尺寸和偏差 不求出来了吗 我就按偏差陆体原则给出来 这没问题吧 我选择基轴质 那我这个轴就按陆体原则写嘛 如果你选择基孔质 这块就应该写大D 发28上偏差 正0.025下偏差0 那就相当于轴的 基本尺寸上偏差已经已知了 然后怎么办 我们要根据轴的 这个基本尺寸上偏差 以及封闭环的技术要求 是不是这个 去求这个孔的基本尺寸 和上下偏差 对不对 别看看 书上也是直接就写这了 说铺材消孔直径等于它 这不是随便写的 那么大家一起看看 我就不忘黑板写了 封闭环的上偏差 0.075吧 是不是等于谁是增环 轴是增环吧 增环的上偏差 是不是零 减去减环的下偏差 那你说减环下偏差 是不是等于负的 这个大孔的下偏差 是负的0.075 这是解出来的 绝不是我随便写出来的 明白了吧 那再看 说封闭环的下偏差 正0.025等于 增环的下偏差 负的0.025 减去减环的上偏差 封闭环的上偏差 大家记住 0.075 是封闭环的上偏差吧 等于所有增环的 轴的是增环 轴的上偏差是0 减去减环的下偏差 减环的下偏差 也就是D的下偏差 我们能求出来 EI D 是不是等于负的0.0075 好了 那再看 封闭环的下偏差 等于所有增环的上偏差之和 增环是多少 所有增环的下偏差 等于是不是负的0.0025 然后减去它的上偏差 那你说这上偏差等多少 求出来了 E SD 是等于负的0.005 对吧 就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说 活塞销孔直径等于 那不是随便给的 是我 结尺寸链解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说吧 这是解出来的 一定要记住 那这一步我们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下一步我要进行放大 我放大四倍 说为什么非得放大四倍呢 说一看这公差是0.0025 放大四倍了 是不是进入了0.01 0.01对于负28这样的一个尺寸 就已经刚刚进入它的加工 经济精度范围内就行了 那我们看 我这个题目是销的 是缩小了四倍 对吧 原来上边差0 下边差负的0.0.25 是不是等于尺寸缩小了 四倍吧 那同样 孔的尺寸我要增大四倍 也要缩小四倍 也要缩小啊 同向变动 那你看 我原来的公差 就是对于销的公差呢 它的偏差 翻28 上边差0 下边差负的0.0025 我放大四倍之后就变成了负的下边差变成负的0.010 同样 同 同我也缩小四倍 就上边差不变吧 下边差是不是也乘以四啊 负的0.0075乘以四 是不是负的0.015了 就是这么乘出来 这块你可以不算 你就知道 但是我也可以放大 说我把轴放大 同我也往大了去 14倍 然后呢 我加工的过程中 是按这两个尺寸去加工 而不是按我们这个偏差去加工 记住了 把零件图上标的公差 是标这两个尺寸和偏差 送去加工 加工回来之后 我们对所有的零件都要逐一进测量 测量比如说四个组 我用四种颜色来衡量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测量过程中 发现它落在了哪个组的范围内 就给它抹上一种颜色 装配的时候 对应的颜色去装配 就会满足装配进度要求 这就是分组装配 这个下面一步步来 我说的过程实际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下面要分组了 说这第一组我知道了 说总共的总尺寸是828 上偏差0 下偏差负的0.10 销孔的总尺寸是828 上偏差负的0.05 下偏差负的0.015 第一组尺寸 第一组尺寸是哪组 是不是范28 上偏差0 下偏差负的0.0025 对不对 那孔的第一组 是不是刚才咱们写的范28 上偏差负的0.05 下偏差负的0.0075 实际这用极限尺寸表示了 那第二组 第二组尺寸是不就是这样呢 看好啊 说第一组轴是范28 上偏差0 负的0.0025 第一组孔 我都叫1 范28 上偏差负的0.005 下偏差负的0.0075 毫米一个单位我先不写了 第一组 第二组 是不是范28 上偏差多少了 是不是负的0.0025 增加了 缩小了一个0.0.25 一个公差带吗 是不是变成负的0.005 没问题吧 口 也缩小 1吧 我想减呗 原来是负的0.75 再减击一个负的0.0.25 是吧 第三组 就往下写吧 负的0.005 负的0.0075 我就直接写完 第四组 负的0.0075 负的0.01 没有问题吧 口红也是一样 最后一组 第四等于 范28 上偏差是负的0.0125 负的0.015 对吧 这就是各组 这就结尺寸链 解完了 那实际上大家怎么想 说这个怎么来呢 包括这个第一组 尺寸是怎么来的 我们也可以 解尺链解出来 其实就没必要去解了 就是你既然都解出了 这个轴和这个孔的尺寸 我决定轴缩小四倍 孔也缩小四倍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缩小上边差不变吧 下边差乘以4 下边差乘以4 往下一分组就完事了 但是关键是你这么分完组之后 对应组去装配 装配完的技术要求 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间隙要求 那就说他俩当组成环 一解封闭环 没问题 他俩当组成环 一解封闭环 解完之后都在0.0.25到0.0.75之间 那我们说什么意思 你加工完的工件 按这加工回来测了四组 装配的时候 对应组去装配 装完了之后 都能满足我们的技术要求 这就OK了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我加工成本太高 这事也是逼的 没有办法 我们在机械产品中 这种分组装配 用的不多 发动机活塞 活塞胶 这是一个 另外有很多罚的 罚信和罚体的装配 也属于这一类 看看这个 那么我们既然 分组装配 就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问题 大家看 说这是第一组轴 装第一组口 第二组轴 装第二组口 对应组去装配 那如果说你加工这个轴 和加工这孔的时候 操作人员技术 不过硬的话 他把一批弓箭 加工完了之后 都偏态分布了 我们都知道 出现偏态分布的原因 就是操作者的技术水平 不够高 对不对 当然小怕是 怕轴加工小了 结果大轴多了 对不对 怕孔加工大了 小孔多了 结果这一桩 大轴配大孔 剩了一批大轴 小轴配小孔 剩了一批小孔 这是不合理的 那就希望 这两组零件 在加工程中 要基本服从正台分布 这样就不至于造成 对应组的零件的 过多的剩余 那我们就把他工插带给他分布一下 就变成了这个图 孔的 轴的 考试时我们也要求画这个图 但有的人就把孔和轴画反了 如果这块写成孔 这写轴 那不是过勇配合 是阶细配合了 所以大家对应官校搞清 第一组 第一组 各组之间 很容易对的 考试 这可能是个考试 是个范围 就装配孔链 一个就是分组 可能是个考试范围 还有一个就是 完全互换法 这两种情况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分组装配的主要优点 优点呢 我们看说 零件的制造精度不很高 这话都挺谦虚 这不很高 就是实际上很高了 但却可以获得 很高的装配精度 零件 组内可以互换 装配效率还是很高吧 对应组装 哪里就装 装集合格 它具有完全互换 那个组内的那个优势 不足之处 增加了测量分组储存的工作 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另外 它的应用范围 适合于在大批大量生产中 装配那些组成环数少 装配精度要求 特别高的场合 只有它提了一个特别高 就是如果说 别的方法能干 千万别有分组法 那我们看 分组装配呢 它装配的时候就确定 分组装配要注意一些事项 第一个 保证分组后 各组的配合精度和配合性质不变 配合精度指什么 配合性质是指阶级配合 过度配合还过瘾配合 对不对 那精度比如说 我H5K6 那你就不能因为你分组之后 变成H6了 对不对 K7了 这叫精度 另外一种情况下 两配合件的尺寸分布曲线 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对参分布 因为这样呢 很保证对应组装配呢 零件不至于过上 第三个要注意问题 就是分组不易太多 只要能把这个加工的公差放大到加工经济精度公差就可以了 就刚一进入经济公差就可以了 不要指望是吧 公差放大的更大 第三种 我们看一下修配装配法 什么叫修配装配法 我们还是拿实力来看 这个图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列过尺寸链了 就是车床溜板和床身之间 我们用手摇动 手轮 溜板箱 沿着床身做纵向移动的这么一个装配关系 当时我们也把尺寸链列出来了 并且也判断了这个尺寸链呢 符合最短路线原则 一件一环原则 那大家记住这个图了 装配的技术要求 当时我们也说过 就是这个小尺轮的分动员和这个尺条的分动员 要有一个间隙 正间隙 为了我们摇动手轮是非常轻便 所以我们也认为了一个尺寸链的分动员 在这一条里面 我们也认为了一个尺寸链的分动员